有幫我自動產生我們需要的這幾個這兩個按鈕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需要 幾種方式 第一個你可能會需要先把一個 在eSale裡面的開發環境 把它叫出來 特別注意就是 那個eSale裡面的開發環境 是必須要先設定好他才會出現 否則他不會出現 第一個在 上面有個小箭頭其他命令裡面 你可以找到那個切到他會有一個 設定的視窗 那裡面你可以看到一個制定功能 區這邊 有一個開發人員 所以 第一件事 我想一定要先把那個開發人員這個標籤 一定要叫出來 那這個制定功能區裡面 將來就會幫你把那個開發人員 放在 應該是這個位置吧 大概是這個位置 他會自動幫你出現一個開發人員 那當你把這個開發人員打開就按個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就有開發人員 那這個開發人員 其實就象徵說你要在 Excel裡面開發一些東西 你要在裡面做設計的話 那就一定要把這個標籤叫出來 不過一般性 你發現一般人 在用的時候 比較少會用到這個開發人員 但是如果你今天需要 設計那個什麼 VBA的話 那你就需要 需要 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那這邊就有個叫 Visual Basic 實際上我們是從這邊 去做一些設定 那當然呢 如果我說你 不用 自行撰寫程式 他其實 假設你不會寫程式 那Excel其實他有一個蠻貼心的一個功能 就是所謂的錄製劇 這個所謂的錄製劇 意思是說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沒有關係 你可以把你會做的動作 先做完一遍 那把它怎麼錄下來 他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所以在Excel裡面有一個蠻好的功能 跟其他 其他程式撰寫裡面最大不一樣 就是他有一個錄製 聚集的功能 那我們兩個都來講 第一個 如果我希望能夠有一個按鈕 應該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可以按下他 自動幫我輸出結果 一個按鈕是清除 那我需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假設我用錄製劇 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是上個禮拜我們最後做到的 我們有用了 幾個方法 這個有講 用 REPD加LEN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叫TEST函數 這個有講到嗎 有嗎 沒有嗎 有的點頭有的搖頭 有嗎 有嗎 OK 那搖頭是什麼 人不在現場 好那 假設如果你已經做完 這個東西其實在雲端上也有 我們雲端上面 如果你上禮拜 如果有些遺漏的話 你可以連到雲端 我上面有一道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上面有給你參考的答案 OK 你可以找一下 那假設 我們已經做完了 可是我希望如果每天都要做一次 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話 那其實 你重複性質的工作 你可以 不需要 重新再來做過 因為這下一個公司有時候其實還蠻麻煩的 花蠻多時間 那如果你希望一鍵完成 剛剛的之前的動作的話 一 你可能要先彩排一下 比如說你等一下錄的話 一 游標先不要放在這個上面 放在這個外面好了 那你需要把這個動作錄下來 一 游標放在什麼呢 放在 這個 一式的儲存格上面 他就會幫你寫一場 寫行程式 就是游標放一式 的程式 第二個的話 你游標放在上面這個資料 辨輯頁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他會幫你把程式也錄進去了 再來呢 打勾之後向下填滿 就是 再把 這個 結果的公式 自動填滿到下面 所以會有三個步驟 1 放這邊 2 打勾 3 打勾之後向下填滿 三個動作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錄下來的話 那你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1 錄製這個聚集 那錄製聚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你就 在上面給他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名稱的話呢 我叫做 什麼 手機 什麼 手機 這個 這個號碼 串接好了 假設 那個 名稱的話可以自己取一個名稱 那我這邊的話 我把這個名稱給輸入 將來的話這個名稱可以對應到 一個按鈕 那後面我們會講 這個 按鈕怎麼做 那其實這個這個功能蠻簡單的但是 很多人還是不會 OK 當你 錄製 聚集按下去之後 輸入名稱 接下來 你所有的動作 他都會自動幫你 撰寫出對應的程式 所以這個時候請你注意 你不能亂做任何動作 否則的話 你做任何動作 他就會變成 程式 所以也會發生錯誤 所以第一個 E 游標放這邊 他幫你寫一行程式 實際上 在那個VBA裡面就是寫什麼 Range E4 點 Slay 幫你寫 第二個的話呢 幫你打勾 打勾之後他幫你把那個 這個叫Formula 就是他的公式 幫你 輸入這一串 到哪裡 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再來的話你就直接向下填滿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三個動作 接下來停止錄製 好 這個幫你選到 這個範圍的最盡頭 你按個Delete鍵 好這樣就OK了 所以也是三個動作 E選取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那這個就是清除 所以 你做完 反正最好是彩排過再來錄 那我們一樣 錄製聚集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你叫什麼 手機 號碼 清除好了 假設這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你按個確定 接下來的話 一樣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不對 因為剛剛已經被我清掉 所以你錄錯了 停掉 N區 再來一次 所以記得 因為 原來的東西不要刪掉 不然刪掉的話 Ctrl Shift向下 他會找不到鏡頭 他會找到最下面去 所以 那假如N區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再再來一次 那那個名稱的話 我把這個名稱 直接調用來 來用好了 剛剛那個 在打這個字 手機號碼清除 然後他錄完之後的程式 都會幫你放在那個VBA裡面 1 一樣 先按一下錄字 2的話呢 就是 他會問你要不要取代 因為我剛剛錄錯了 所以把它取代掉 游標1 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Delete掉 OK好完成 停止掉 那你錄完的東西呢 他會幫你放在劇集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 試試看 結果對還是錯的話 你可以選取他 按執行 有沒有 第一個功能OK 第二個功能呢 是清除 執行他 也OK 這樣的話呢 就等於錄製完了 錄製完之後的話呢 實際上 等一下還要 需要做按鈕 那按鈕怎麼做 我們待會來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 利用錄製去集 產生兩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謝謝